各位,這樣你選一選之後有沒有感覺到 原來做選擇也是蠻難的 因為平常大家比較少用這種方式看 所以你剛開始看了都會覺得說 蠻驚奇的,所以會想多找找 那我們先來看看它的一個使用方式 你可以看到左手邊其實沒有問題 就是我們的在POWER裡面稱作投影片 在它裡面把這裡稱作所謂的路徑 就是它經過的路線 也就是說你今天其實我就是一整張完整的圖 所以你看我把滾輪往後退 滾輪往後退,有沒有看到完整的圖 以前我們簡報不會這樣做 第一個,我們先來解決幾個問題 你先看看我們右手邊 這裡有它常用的工具 它的工具就在這裡 第一個,圖形比較沒問題 這個就是一邊的形狀 這我就不用講 第二個,你的圖片在這裡 它也有跟我們POWER一樣有一些圖庫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直接點一下 它就進來了 這些都是什麼?都是去備好的 所以你也沒有去備的一個需求 那我先在這邊先把中文的部分跟各位提一下 好,你看我點進來 編輯它 好,按這個 或者你點兩下都可以 你想想看喔 我在這邊 我 因為我用的是無蝦米 現在有人跟我用一樣的嗎? 應該越來越少了吧 好可憐喔 我們以前拿到背字根 現在不是,出幾句就好 有沒有,現在AI就好 AI已經輸入,所以很討厭 中文 你有沒有發現我打不出來 為什麼? 我們看一下 我們的右手邊 你點到文字之後 它右手邊就會變成那個文字的屬性 好 你有沒有發現預設是英文的字型 所以呢 如果你在這種狀態之下的話 是打不出中文字的 那你可以從這裡 按下去 這裡呢 就會選到我們電腦裡面的那些字型 好,電腦裡面的字型 那這裡面的話呢 字型 如果你有中文 我看一下 我們這裡有一些中文有沒有 這裡有看到了 但是大家有沒有發現 為什麼有的是綠色勾勾 有的是問號 綠色勾勾 其實就是它剛安裝的時候 它可能裡面已經有 幫我們裝進來的 好,但是呢 藍色的問號就表示 你電腦這個字型 可是沒在這個軟體裡面用過 所以我今天如果想要用 比如說我們最常見的 這裡有那個 我們這裡好多喔 我現在都怕很多那種字型 你知道嗎 因為沒有版權 所以不敢亂用 來 我看一下 我用那個微軟正黑一題就好了 因為 這個字型的部分喔 大家其實使用的時候還是要注意一下 看起來很多 可是 如果你真的沒有版權的話 我們就通常不會亂用 哇 好像沒有 微軟 在上面 微軟正黑 有沒有看到還是問號 所以你按下去之後 它第一次會做這件事情 也就是說 你的字型 你要在這個軟體使用的話 它會幫你做一個 就是 載入 那因為通常中文字型比較大 所以它有跟你講 去喝杯咖啡 休息一下有沒有 好 OK 反正我這邊還沒做完 沒關係 那我先講一下 剛剛我說去喝很重要對不對 所以呢 各位 如果你到我們家 我這裡 其實我部落格上 有寫很多的文章 那有一系列的 我會把它放在我的上面這邊 你可以看一下 好 在這裡 教學的整理